今年的寒假特别冷 佛光山蓝阳别院安排小朋友的冬令活动 增添了许多四肢动能课程 邀请宜兰当地五星级饭店里的健身教练 前来指导小朋友最新的有氧拳击运动 有那个拳击有氧 那在寒冷天气 因为最近就有寒流来嘛 那希望说小朋友就除了来我们的活动 就是有静态的教学之外 我们有动态的可以健身 40多位参与冬令营活动的小朋友 就有10多位队府大哥哥大姐姐陪伴 这些队府都是来自台湾各地的大学生 他们放弃寒假打工的机会 选择担任小朋友冬令营活动的指导员 让寒假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我觉得来这边会变训练你的EQ会变更好 对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小朋友参与佛光山蓝阳别院三考儿童冬令营活动 还可以学礼佛念心经 无论是静态的礼仪训练 或是动态的活动 短短三天的内容就可以获得丰富的收成 在开云典礼上 蓝阳别院住持永光法师 还特别勉励小朋友将学到的礼节运用在生活中 把健身的有氧运动教自己的父母练习 快乐成长 收获满满 是三考儿童冬令营最大的特色 雪碎新闻 吴芷云 街红叶 采访报导 欢迎欢迎讨论 先来味道 有先 стороны 先 пров把这种编号 一片打架 说的 她们有来自拍款 其实看成长 季古 Heaven 背景访